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金色的鱼钩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 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 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跟不上队伍了 指导员派崔氏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崔氏班长快40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拖 四方脸,高颧骨 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 因为全脸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 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20来里路 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 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 或者青壳面给我们做饭 不到半个月,两袋青壳面吃完了 饥饿威胁着我们 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 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 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 他整夜整夜地合不聋眼 其实,他这些天比我们还瘦得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 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 他洗出望外地跑回来 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 搬成个钓鱼钩 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 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 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遭有水塘的地方输营 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 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汤汤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 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 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了 可是老班长自己呢 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 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 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 就悄悄地跟着他 走进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 他坐在那里捧着汤汁碗 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 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 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 湿声喊起来 老班长,你怎么 老班长猛抬起头 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糖丝碗 就支吾着说 我,我早就吃过了 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 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 我打断了他的花 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 一把把我搂到身边 轻声说 小声点小良 咱们俩是党员 你既然知道了 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呀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 他抬起头 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 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 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 他临走的时候说 他们年轻 一路上 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 无论多么艰苦 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 小良 你看着草地 无边无牙,没个尽头 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 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 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 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 说不定就会起不来 真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 难道我能说 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 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了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呀 不行,太少了 他轻轻地摇摇头 小良 说真的,弄点吃得不容易啊 有时候等了半夜 也不见鱼上钩 为了弄一点鱼饵 我翻了多少草皮 也找不到一条蚯蚓 还有,我的眼睛坏了 天色一暗 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地摸 我再也忍不住了 抢着说 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 我看得见 不 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 再说,你的病也不轻 不好好休息 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 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 小良同志 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 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 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 增强他们的信心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 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 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 每个汤匙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 上面飘着一丁点野菜 他笑着说 吃吧 就是少了点 哎,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沟 又跑了 我端着汤匙碗 觉得这个碗又千斤重 怎么也送不到嘴边 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 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 老班长看到这情况 收敛了笑容 眉头拧成了疙瘩 他说 怎么了 吃不下 要是不吃 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 同志们 为了革命 你们必须吃下去 小良 你不要太脆弱 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 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 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 我悄悄背转身 擦擦眼睛 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 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 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 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 可是 我的心里好像塞了千块似的 沉重极了 挨了一天又一天 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 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 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 那两个小同志 连支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包骨头 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 鼓励着我们 我们就这样扶一段 掺一段 终于走到草地边上 远处 重重叠叠的山峰 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 老班长快活地说 同志们 咱们在这儿停一下 好好弄点吃的 鼓一鼓劲 一口气走出草地去 说吧 他就拿起鱼钩 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显得特别好 四处去找野菜 吃甘草 好像过节似的 但是过了好久 还不见老班长回来 我们四面寻找 最后 在一个水塘旁边 找到了他 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 过雪山的时候 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战士们用惊人的毅力 支持着自己的生命 但是 一倒下去 就再也起不来了 要挽救老班长 最好的办法 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 我们立即分了工 我去钓鱼 剩下的一个照料老班长 一个人生活 我蹲在水边 心里不停地念叨 鱼啊 快些来吧 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 可是 越性急 鱼越不上钩 等了好久 好容易看到 飘在水面的颅感动了一下 赶紧彻起钓杆 总算钓上来一条 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 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 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 看见我端着的鱼汤 头一句话就说 小梁 别浪费东西了 我 我不行了 你们吃吧 还有二十多里路 吃完了 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 你吃啊 我们抬 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 你们吃吧 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建造指导员 告诉他 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没把你们照顾好 看 你们都瘦的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 抚摸我的头 突然间 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 老班长 我们叫起来 但是老班长 他 他的眼睛 慢慢地闭上了 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 抽叶着 很久很久 擦干了眼泪 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 小心地包起来 放在贴身的衣兜里 我想 等革命胜利以后 一定要把他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他 在这个长满了红袖的鱼钩上 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感谢观看